歡迎大家搭乘微軟技術捷運生產力列車 我們這系列的影片目的是要讓企業的資訊人員能夠了解Office 365是什麼 以及如何應用、如何規劃導入、注意事項、一手掌握企業最佳生產力平台 那我是台灣微軟的技術專家,我叫Lis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的雲端生產力平台白寶箱 也就是我們生產力列車的第一站 那第一站呢,沒錯就是要帶大家認識何謂Office 365 那在我們進入主題之前呢,先問大家一個小小的問題 聽到Office,你會想到什麼呢? 螢幕前的你可能會納悶,想說Office不就是Word、Excel、PowerPoint嗎? 嗯,那你哥就錯了喔,我們的Office完全已經變成進化 別再對Office 365抱有刻板的印象囉 我們的Office 365是完整的雲端生產力工具 我們家25項的服務軟體分為六大項目 待會在影片裡面會細細的跟大家解釋 這六大項目裡面的功能分別有哪些 好,我們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辦公室生產力工具 那裡面除了包外以往大家認識的Word、Excel、PowerPoint跟OneNote以外呢 我們還多了非常多的AI人工智慧的功能 以下就帶大家來看一個非常受大家喜愛的功能 叫做即時翻譯投影片功能 好,我們首先呢打開一份需要被翻譯的投影片 點選投影片放映 最右手邊的翻譯投影片功能 前面會先顯示投影片顯示的語言 右手邊是你即將要翻譯的語言 選擇好之後按翻譯投影片 並且把它另存新檔起來 等待一下兩秒鐘的時間 立刻投影片即時翻譯成你需要的語言 這就是在我們的Office 365裡面更新的功能 在我們的Office 365精選功能裡面呢 其實有相當多的功能都非常受大家的喜愛 如果你對這些功能有興趣 你可以點左下方的了解更多 你就會得到更多的更新功能知識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辦公室生產力工具的另外一項功能 叫Exchange Exchange大家對它其實相當熟悉 但是在Office 365裡面的Exchange Online 到底有什麼更新功能呢 我們在講他們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辦公室裡面總會遇到的三大問題 第一個呢 不知道有沒有user常常跟你說 我們的信箱空間總是太小 信總是要一直刪一直刪 刪了之後卻發現這個信 其實我還要 這個困擾非常多的IT人員都跟你有一樣的困擾喔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項困擾 我們的附件大小總是不夠大 150M的附件我們要拆成10份 才能寄給我們的客戶 總是會拖累我們的進度 實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再來就是業務們常常出門在外 收信也相當的不方便 那到底Office 365的Exchange Online 如何改善這三大痛點呢 我們的Exchange Online裡面呢 有最大100G的信箱容量大小 我們的附件大小也來到150M大小 甚至呢我們附上了Outlook的Mobile APP 出門在外的業務同仁再也不用擔心 收不到信回不到信的痛點了 一樣如果你對Exchange Online 有更多想要了解的話 請點左下角的了解更多 我們就可以帶你到Exchange Online的官網 帶你了解更多的新功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項 第二大項裡面呢叫做雲端文件中心 雲端硬碟其實大家常常在使用 Office 365裡面呢就出了兩款的雲端硬碟 一個叫OneDrive 一個叫SharePoint 那OneDrive跟SharePoint都是雲端硬碟 為什麼Office 365裡面就要出兩款呢 原因很簡單 我們看它的名字就知道 OneDrive它是屬於自己個人用的雲端硬碟 SharePoint它是屬於公司團隊裡面分享用的雲端硬碟 所以我們看名字就可以知道兩者不同的功能了 那我們來細項看一下OneDrive跟SharePoint的功能吧 OneDrive的功能裡面呢 一個帳號最高有5TB的容量大小 並且它可以簡易的管理共編 以及它有全線管理的功能 IT人員不用再花太多的時間在控管使用者的文件管理 再來就還有線上Online編輯的功能 以及版本歷程紀錄 來防止你共同編輯的時候太多產生太多版本而混亂 最後我們有一個功能叫桌面同步處理資料夾 你的使用者只需要在桌面將檔案放進去 不用再打開網頁才能上傳雲端了 在SharePoint的部分呢 所有OneDrive for Business的功能 SharePoint都有以外 我們一個網域 我們的容量大小的計算是一個網域1TB 加上你有多少使用者就乘以多少使用者再乘以10GB 並且在SharePoint裡面呢 我們有所謂的文件識別碼 你可以去控管你的文件 也有我們的IRM的資料保護 可以去做簡單的全線控管 還有SharePoint其實不只是文件的硬碟中心 它還有許多附加的功能 比如它也可以同時是一個企業裡面的新聞快訊報告欄 同樣的如果你對這兩個產品有興趣 也可以點左下方的了解更多 我們將帶你到這兩個產品的觀望裡面去 帶你同步了解他們的最新更新功能 好接下來來到我們的第三項 我們第三項就是溝通電話會議工具 那在這個熟悉的項目裡面呢 大家通常以前會覺得說 微軟的會議工具就是我們的Link 那其實在2014年之後呢 我們的Link全面升級改變成Sky for Business 現在我們的會議工具就叫Sky for Business 那當然它在Office 365裡面也是附有的 除了Sky for Business以外呢 我們還附上了Teams以及Planner Teams是一個團隊的溝通工具 而Planner可以幫你做到簡易的任務控管以及進度管理 好那我們來細項看一下我們的溝通會議工具裡面的 Teams吧 我們把Teams稱為Office 365裡面的 Omini Channel 原因為何呢 以下我們有幾張解釋 首先我們辦公室裡面呢會有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辦公室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軟體跟工具 跟APP你可以去選擇 可是當我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要開非常多的分頁 而導致我的桌面非常凌亂 工作何必這麼複雜 開這麼多分頁不是很累嗎 第二個狀況是呢 假設今天企業裡面沒有提供那麼多工具給你使用 你就只好使用一些外部的第三方軟體 第三方軟體如果假設只有公司內部只有你一人使用 其實對其他使用者來說也會相當的困擾 所以其實你有更好的選擇 那這些狀況呢 他們唯一的解決方案呢 就是我們的Teams Teams是集合所有Office 365的服務與一體的 不管是會議 編輯文件 或者是我們的文件紀錄 甚至是溝通 甚至是101的Chat 它都在Teams上面 如果你對這個工具有興趣 一樣在左下角 我們裡面有詳盡的Sky for Business Teams以及Planer專案管理軟體的相關介紹 好 現在來看到我們分享的第四項 我們分享的第四項呢 就是社交與影音中心 社交與影音中心裡面呢 其實有兩個產品 一個叫做Yammer 另外一個是Stream Yammer其實就是我們的辦公室裡面的Facebook 大家可以盡情的在裡面發文做討論 而Stream呢 那則就像我們辦公室裡面的YouTube 你可以在裡面放入新的影片做分享 甚至可以做交流 教育訓練也可以用Stream完成喔 同樣的 如果你對這些產品有興趣 你可以點左下方的了解更多 我們將告訴你更多的資訊 好 現在來到我們產品分類的第五項 第五項呢 就是我們的商業智慧及智慧分析 商業智慧及智慧分析這一段 就是對你有非常大影響力的部分喔 仔細聽清楚 我們在商業智慧裡面呢 總共有幾項產品 首先呢 為大家介紹的這項產品叫做Fooms 我們呢 平常IT人員 是不是常常會接受到 End User的這些問題回饋 End User可能透過不同的管道來詢問你 他可能透過打電話 可能透過Email的方式 那不同的User詢問你事務的時候 你很難去追蹤說這件事情到底完成與否 甚至是每個月的時候 你也很難收集這些問題 禀告老闆說 我這個月完成了這些項目 那Fooms它就是一個辦公室裡面的問卷表單 使用者可以統一透過這個地方 來向你發問問題 你可以很快速的收集大家的問題 統整大家的進度 並且做一個快速的簡報 報告老闆這個月做了多少事情 再來第二項產品呢 叫做PowerApps PowerApps呢 是在辦公室裡面 簡易的開發APP的工具 開發APP工具 通常我們講的都是要寫code 要寫一些程式語言 但是其實用我們的PowerApps 它只是一個介面 介面裡面呢 你填入你希望有的一些素材跟媒介 那它就可以輕易做成一個簡易的APP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Office36裡面 非常輕鬆又簡單的APP開發工具 叫PowerApps 最後我要介紹的這項工具呢 叫Power BI Power BI這項工具呢 現在應該市面上 常常聽到人家在提這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最主要就是在做報表的 以往我們的報表呢 都屬於自視化的報表 做一次之後 這個報表就沒有用了 但是我們的Power BI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當你做完這個報表之後 它可以連接到背後的資料庫 它是更動式更新式的報表 並且它是連動式的報表 它是動態化的 如果大家對這三項產品有興趣 可以繼續鎖定我們之後的影片 以及可以往左下角的連結 了解更多去點選喔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Power BI畫面 這是我們Power BI 將它匯入進來的資料畫面 那我們首先先得拉他們的資料關聯性 拉好資料關聯性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點到我們的圖形面板 圖形面板拉出來的報表會像這個樣子 並且它是連動式的 當我點一個報表 其他的報表會更動式的做改變 它也會連結我們背後的資料庫 做即時的動態更新 好我們再來介紹一下商業智慧 以及智慧分析裡面的一項工具 叫做Flow Flow這個工具呢 其實它就像是熱高積木一樣 我們把所有常常使用的206項的APP 把它變成一個小的熱高積木方塊 當你想要把這兩個軟體之間串接起來 你只要像堆疊熱高積木一樣 用我們的面板直接把它串接起來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自動化的流程 辦公室裡面其實常常我們的主管 會要求我們要做一個核准系統 那其實用Flow就可以相當完成 我們的所有Office 365裡面需要的核准系統 甚至有些部門裡面會有許多的客製化的需求 那你也可以用Flow完成 如果你對Flow有興趣 你也可以繼續鎖定後面的節目 或者是我們的左下角了解更多 好接下來介紹我們的商業智慧 及智慧分析裡面的最後兩項工具 一個叫做工作場所分析 一個叫我的分析 這兩項工具要怎麼幫助企業呢? 企業裡面其實員工常常花時間在會議 花時間在Count Call甚至花時間在交通網管上面 那如果企業不太確定到底如何才能提高生產力 或是改善我們的工作方式 其實這兩項工具所提供出來的報告 將會是對企業非常大的改善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分析裡面的報告 其實其實長得就像這個樣子 它會告訴你這一週與誰合作的時間最久 電子郵件花的時間多少 或者是加班的時數多少 就由這份報告來去改善你自己的工作狀態 工作場所分析呢 它可以整理出我們一整個企業裡面 大多員工的這個工作習慣 藉此來去做改善 假如你對這兩個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請你可以點左下角的了解更多 一樣我們可以帶你去了解更多的相關資訊 最後來到我們大家最最最最關心的部分 就叫做安全保護 我們在Office 365裡面呢 其實我們突破了以往 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軟體 叫做Admin Center 在這個Admin Center的介面裡面呢 你可以完全的管理到全網域裡面的人員 名單以及產品都可以在裡面設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設定的狀況吧 這是我們的Admin Center裡面的畫面 你可以在裡面管理到使用者 然後編輯使用者 甚至幫他們重設密碼 你可以去新增網域 編輯網域 其他這些面板裡面所有工作都可以做 左邊呢 是所有我們可以在Admin Center裡面做的功能 我們的設定 以及程式的安裝 還有我們使用情況的報告 你可以在使用情況的報告裡面呢 看到我們所有使用者在Office 365裡面的操作情形 比如說他在電子郵件裡面的活動 以及OneDrive裡面的活動 這都可以相當清楚的報告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在系統管理中心裡面呢 點選管理到所有的Apps 那我們在系統管理中心裡面 假設我想要管理EChange 我可以在Admin Center裡面管理到全線 以及合規性的管理 甚至機械威脅、郵件流程等 集合的這個Log的報告也都會在裡面做呈現 所有的工具都在Admin Center裡面 如果你對這個工具想要了解更多 一樣可以點選左下角的了解更多 然後進入到我們的官網裡面 我們將帶你體驗更多的功能 好!以上呢是這六大項我們的分類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接下來的影片 會有哪一些工具的仔細介紹吧 影片當中現在出現的這五項的工具呢 就是我們在之後的影片中會仔細介紹的 如果你對這五項工具相當的有興趣 請你一定要鎖定我們接下來的節目喔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我們這邊有非常多的參考資源連結 這些參考資源連結我們都整理出來了 如果你想要鎖取今天影片的簡報 你也請參考影片下方的連結 好!謝謝大家今天的觀看 那我是Lisa 我們生產力列車就下一站見囉!